大家看一下這是我們家的客廳 這邊都是白的 我們現在有 裝修工人 超級爸爸沒錯 爸爸就是SUPERMAN 爸爸連壁紙都會貼 有沒有看起來很真實 這壁紙好強喔 請問 請問裝修工人現在這個壁紙 有什麼 有什麼技巧嗎 沒有技巧就是貼好它 要把機套掛起來 好我看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before 這個要貼平一點 你看這個是before after 好期待它這個 壁紙 貼完的整個效果 因為其實我們不只貼這邊 還會貼其他的東西 好你看就是它這邊啊 我們就是開始對 對 對好之後要慢慢用這個拉 慢慢拉喔 因為它這個我覺得現在的這個工很厲害 它其實這個是 它這個後面是製黏的 但是你最主要是要把那個氣泡刮下來 才會這樣平平的 好不然它會有那種氣泡的感覺 好我們先貼第一塊 第一塊第一塊有成功 第一塊有成功 完成了 大家覺得好看嗎 先完成了一個 但是呢 就是 這個 這個壁紙啊 我覺得我們剛好買到的是 壁紙我覺得貼好像還蠻容易的 但是我們找到的是這個磚塊 然後 對 它沒有給我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發現什麼問題 就是 磚塊 磚塊都沒有對到線 因為它本身給我們的 的壁紙 找不到對應點 但是我說真的 大家是覺得遠看是看不出來的 而且還蠻好看的對不對 辛苦爸爸了 欸你知道嗎 我在錄啊 這個這個石頭很像 浮出來 我還發亮 這個石頭很像浮出來的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 很像喔 還蠻美的啊 ok齁 ok就好啦 你ok我ok 側面啊 遠看也很美 不要近看 哈哈哈哈 不可以近看 遠看真的很漂亮欸 畫面看應該比較漂亮 畫面看很漂亮 對對對 對對對 但實際上看的話 自己自己會覺得 你不可以細 你不可以要細看嘛 不可以用專業的 因為我說真的 因為其實我媽店裡 也是用這個 但是其實我 我這樣看過去其實 我沒有發現 都是對應點 啊你今天講我才知道 其實我覺得 大家如果要買壁紙的話 買這種磚塊 要非常的去注意說 他那個人 有沒有給你對應點 對啊 不過他如果沒有給你對應點的話 其實你自己 貼起來的話 會有很多 然後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那個刮板 好 我以為一定要有老公 哈哈哈哈 沒有老公沒有關係啊 找壁紙工人就好啦 好那我們現在咧 已經完成了 三分之一 接下來就是這個 下面的櫃子 好不好 好 現在要做這個擺牆 大家有看到這個 將將 大家走近一點看一下 我們 的傑作 有燈嗎 這邊 幫我按一下燈 有沒有看到 這是水泥牆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到他的 不一樣 他這樣就會變得 比較工業風 大家有看到嗎 那 這裡有一個 壁紙工人 每天都這樣 搬完家還要用壁紙 每天都一直在弄這些東西 就飽了 好啦我們客廳真的快用完了 其實我們客廳真的蠻快的 然後帶在這支要慢慢有 它其實會有細縫 然後這其實是這種 這種 有點像 水泥的那種感覺 好吧 希望會 弄得很好 喔 地毯來了 哇 大家有看到嗎 桌子也鎖好了 地毯又完了 舒服 差一點點 接下來技術干工 干什麼工 我們要起油漆 好 現在看一下 現在的牆是白色的喔 到底會變什麼樣呢 對 事物以待 所以老婆你做這個 加工加得很好 水泥 對水泥牆 因為我們家就是 走一點點 工業次 要怎樣看 喔 真的欸 顏色馬上不一樣欸 顏色馬上不一樣欸 你都沒有來家裡只有這樣的燈 喔 欸差好多喔 欸不是 這樣就很有Fu 來著地毯 對 鬼衣的地毯 哈哈 好啦 為什麼鬼衣你們永遠不會知道 因為只有肉眼才知道它是鬼衣 哈哈 太好笑 它在螢幕畫面裡面 它是非常的漂亮 美觀 肉眼看到就 它有點印刷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哈哈 好啦我們要那個 你們看過麥塊嗎 喔 對對對 它是麥塊風格 對 它是麥塊風格 橡樹地毯 對橡樹地毯 好啦我們 繼續騎油漆 好騎油漆 哇 好漂亮喔 我是懷著 對著你的愛 刷的油漆 我們家真的是 Perfec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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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牆 好美喔 媽呀 我好累喔 哈哈哈哈 你應該 騎了 呃 一個禮拜多 對不對 哈哈 真的 中間還是有休息 來我們家就是 真的是完成到 我覺得蠻棒的 其實我覺得它 這道門啊 就是用白色 其實我覺得也是蠻漂亮的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放一個梯子 感覺蠻有feu的 但是我真的 一定要講說 我自己貼的櫃子 真的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還有復古風 很像一個箱子的感覺 然後還有我們家的 肉袋 有沒有 都輸 可惡 所有的錢都拿不出來 沒有錢 沒有錢 然後 然後 反正就是 我們家現在的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變完復古風 我覺得還不錯 變完復古風 現在這種 這牆壁藍色的 好現在就只差那個 電視牆 把扮一切都是 不錯 很perfect 這個你已經是想了很久了 你就等 出動好之後再來 弄它吧 好 我們家的裝潢 就是 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好不好 百萬裝潢 哈哈 讚 快點